穿著全身黑衣黑褲的男子走在人行道 下一秒突然伸手朝機車椅墊比劃 劃破一輛還不夠 沿路邊走邊破壞 也不管一旁還有路人在看 完全沒停下動作行為囂張 天啊 怎麼會這樣 是只有我嗎 平常各位就算了 下雨 就整個全部都是淋濕的 語氣無奈 越講越生氣 看看椅墊整個裂開 深度至少3公分 長度超過10公分長 車主還得自備垃圾袋套在椅墊上 生怕連日大雨滲進去 我覺得它是預謀耶 因為那個是刀子割的 然後很深 大概每一台至少都3公分以上 重回現場整排機車椅墊都開花 還有好心人留下字條提醒車主 還原整個過程 6號早上10點多 事發在新北市板橋名勝路二段上 當時徐小姐準備外出買午餐 發現停在店外的機車被破壞 現場至少15台車遭殃 事後警方巡線鎖定了 這名31歲的黃姓范賢 有迴損前科 平時無業 聽到他又在外頭作亂 家裡人也無奈 換掉是比較好 但是如果不換的話 皮要趕快去把它復原 對 不然裡面會發霉 會長蟲 50cc到100cc比較小座的大概1000出頭 125的到155的那可能就快接近2000塊 只是近期幾乎天天都在下雨 專家也建議機車椅墊毀損 一定要盡早更換椅墊外皮或是整個椅座 避免發霉 但這回不管證明黃姓嫌犯是二座距 還是毀損泄分 車主們也不姑息決定提告對部公堂 TBS新聞 黃姓谷新宴 新北市報導